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财富管理市场商品策略研究员 很荣幸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投资观念 也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市场焦点专题 危机入市定期定额最麻吉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2022年以来的美国科技股走势 那内容中所呈现的资料是美国NASDA指数近一年的一个走势 那在指数的部分呢 去年年底的一个高点大概是在16000点附近 那因为受到国际发生很多的政治跟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利空冲击 那指数今年以来是一路的震荡的走低 那最低点的是来到11000点的一个附近 那当然这段期间我们也看到许多重量级的科技公司呢 他们的市值呢更是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增发 那指数的破断跌幅达到三成 那就技术面上来说呢 基本上已经符合一般市场人士所称的熊市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那也就是说从近期的高点下跌20%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那另外呢就从目前的大盘走势呢 还是处在一个下行轨道之内 短期的这个交易大多是以跌升反弹操作为主 那至于长线的投资人呢 是还是缺乏一个进场的信心 那大部分的人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选择观望 或者是退场的这样的因应方式 整体的进场意愿并不高 但是呢我们认为这时候应该是要做一个理性的思考 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来做一个布局 那透过持续的投资跟利用市场恐惧的时候来减便宜 才是符合投资大师巴菲特最重要的投资观念 遇到全球股灾该怎么办 以及目前股市会跌到何处呢 我想这类的问题应该是目前投资人最想要知道的 那我们统计了1971年长期以来 美国NASDA指数跌幅达到三成以上的熊市市场 总共出现过七次 那其中的三次呢 跌幅呢是达到五成 那也就是说1973年的石油危机是-58% 2000年的科技泡沫是-75% 以及2007年的美国金融次贷危机是-52% 那其他的四次的熊市市场呢 基本上都是跌幅大概在三成左右 那也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这个跌幅达到三成的几率上来看的话 基本上已经符合所谓的危机入市的time point 那但是呢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说 从来没有人知道市场真正的底部低点会是在哪里 历史的低点呢通常都是伴随的利空事件淡去 以及政策的做多之后 那投资人的信心慢慢回稳才会被见证出来 因此呢危机入市呢并不是建议大家要在这个阶段进行朝底 抢尽一股脑的做多 而是要回归到纪律投资和长期投资的两大核心上面 俗话说从哪里跌倒我们就从哪里站起来 长期研究发现呢就在股灾发生的时候 启动定期定额的效率是最高的 所谓定期定额的投资核心就是纪律进场 最好是能够在市场下跌的时候来累计部位降低投资成本 当然要经过一年或两年以上的投资 当市场慢慢回升之后呢 定期定额的微笑曲线的效果就可以被感受 那在过去七次的30%的股灾熊市当中呢 我们实证基本上我们就用该波段跌幅达到一半的时候呢 来启动定时定额的扣款为例 那资料上显示呢 其实正报酬的这个几率都有不错的效果 那如果我们再把1973年跟2000年的那两次超级大雄市 剔除之后呢 基本上正报酬的几率呢 有机会可以来到100% 因此呢不妨趁此波波段指数明显回档之际呢 采取危机入市来享受定期定额长期投资的果实 以上就是本次市场专题的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稳健的投资理财 并且拥有富足的人生 谢谢您的耐心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